Hello,大家好,我是Hu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们大家都默认 万圣节的到来是这一年Holiday season的开始 所以今天呢,不讲什么干货 单纯和大家聊聊天 分享四个以前在行业内Holiday期间 遇到的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 大家知道万圣节这天不只是居民去 商场里面也有特别特别多 Cost成各种人物的爸妈 带着穿的更加奇怪的小孩出来药堂 药堂不奇怪,还有药手提袋的 就这个 你们能猜到他Cost的是谁吗 哎,就是他 几乎每一间Tiffany店里 大家都是可以看到那张澳大利贺本来自于Tiffany早餐的经典照片 Could I have a bag, please? Of course, honey 完全没有办法拒绝 这个小姑娘真的是超级可爱 那个气质被她拿捏的稳稳的 这是我在美国十年过了这么多万圣节 印象最深刻的扮相 这张照片是爸爸带着自己的两个小宝贝已经选好了要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 然后正在写贺卡的时候拍的 当时我们聊的特别开心 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case 我曾经见过的最小的过来给妈妈选礼物的小孩子 应该是在两岁上下 就爸爸说他其实刚会说话不久 然后也是父亲抱着过来的 爸爸在选东西的时候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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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的问他 你觉得妈妈是会喜欢这个项链多一点呢? 还是说妈妈戴这条会更好看? 能看出来父亲是非常非常在意女儿的选择的 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么小的孩子 他知道什么是项链 什么是耳环 什么是戒指吗? 他有审美吗? 我特别特别欣赏这个父亲的做法 类似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有很多爸爸最终决定购买的这个产品 就是小小孩帮忙做的决定 包括19年我在国内开学校做staff的时候 我们直面的用户群体的年龄就是 三到七岁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 放学之后爸妈接了孩子很喜欢沟通的一类高频话题 就是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呀? 难不难呀? 听没听懂呀? 会不会呀? 回去可不可以给妈妈讲一讲呀? 沟通的话题专注于这个课程的内容本身会更多 但是我在美国私立幼儿园教书的时候 每每放学听到最多的问题是 你今天过得开不开心啊宝贝 就是关注于小朋友个体的情感会更多 这是我曾经作为一个一线的小小孩的老师的观察和折观感受 当然肯定也会有bias啦 最大一个体会是这边的家长会给予孩子更多的尊重和选择权 这个与肤色无关 与孩子的年龄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很多这边长大的孩子 我的感受啊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的感受是他们会相对更有主见 越是精英的家庭 孩子的自我意识越早也越强 再说回来就是这点在选礼屋上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 大家肯定都见到过平台店门口给猫猫狗狗喝水的那个小饭盆嘛 其实设置饼店真的对动物算是非常友好也非常用心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商场看到过多少种不同类型的动物 被推着车子进来的那种猫猫狗狗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除此之外的话我还有见到过那种小的宠物猪被绳子牵着进来的 还有荷兰猪大家应该看的很多 也有带出来的 还有周氏主人肩膀上搭了一个小鸟跟着进来的 但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品种 可是你们有见过带着蛇来逛店的吗 我在商场也就见过那么一次终生难忘 那天远远的看着这个人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嘿嘿嘿嘿 好不好看 它那个项链还是微薄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而且很有design有没有 可以 你觉得呢 因为那个蛇很乖嘛 就是搭在它的肩上 当它慢慢走进了之后 当那个蛇开始吐舌头的时候 我的天呐 着实把我瞎坏了 关键那个男生还超级超级nice 说你们要摸摸吗 我拿下来给你们玩玩吧 玩嘛 然后我说不用了 哇塞 他又告诉我们 他是有四条宠物蛇的 然后每次出门他都会带一个 他们之间是有顺序的 所以每次带的是不同的蛇 然后他跟我们讲说 蛇跟蛇之间 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有顺序的 然后听他讲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但是那个蛇看食物是真的挺大的 而且真的很恐怖 身份的好朋友都知道我教育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美国的私立儿园 但是我真的特别不喜欢那份工作 所以我是误打误撞进到了lectual retail这个行业 六七年前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有一天来了一个中国老爷爷 年龄比较大了 然后他说他想选一个包包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老伴 听得好甜 然后想让我在No More城的wish list的中间 帮他挑一挑选选选比较一下 其实我还蛮感触的 因为有很多男生进来选东西 你们知道的 就是拿了就走 根本就不存在选 这个和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有关系 但是没有完全的关系 就你看一个人选东西的状态 你是可以判断出收东西的这个人 对于他来说是不是那么重要 以及他们目前关系走向的一个进度条 扯远了扯远了 最后帮他选了一个非常满意的Louis Vuitton的手提包 那款包已经绝版了 Louis Vuitton已经不再做了 选完之后 爷爷非要给我三两百块钱小费 我说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 他说要的要的一定要的 我说不要 他说要的 我说不要 他说要的 他说如果你不收的话 我就拿这个出去给你买点东西拎进来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Louis Vuitton 在Bloomidales那个商场里面嘛 所以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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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用 然后大家说 我知道你们可能也看不上这点钱 但是真的就是我一点心意 我说真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们知道有很多当地生活很久的人 他们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小费意识的 就让僵持了20分钟 我想说那怎么办呢 然后就跟他说 公司不允许 哦 这样子啊 嗯 然后他又走了 两天之后 我在我们Direct的桌子上 看到了这么一封信 感谢那位老爷爷的善意 我怎么会想哭了呢 对于一个刚毕业没有很久的年轻人来说 真的是一份莫大的鼓励 在那个时间点上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 可能比当下的很多东西都重要 以前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会在这个行业工作蛮多年 功利点奖的话 毕竟浪费了一个Master的学位嘛 到底是没有学以之用 嗯 如果我说我是去听故事的 你们信吗 Holiday期间 近生日笔店消费的大部分 还是已送人的居多 在这个期间会听到看到感受到 各种各样或有趣或抓骂 或美好或感人的故事 前段时间看了个爱情类的家庭纪录片 My Love Don't Cross That River 应该很多朋友都有看过 86分钟的视频 我自己是用了40来分钟才真的完全平定下来 五岁老以仁爱若出 是那种走过人间百态 然后感叹留恋生命和爱情美好的那种受不了 偷偷偷我不知道 但是小时候在古诗文里见过的那种爱情 执子之手见白手冤蒙也不过如此了 非常推荐给大家 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看的时候记得背好纸巾 然后看完的话 人会有一种非常感恩和珍惜当下的状态 嗯 OK 那最后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我是二官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